來吧 這個是 啼盒 啼盒 這是茶 這個放些茶具啊 什麼在裡面 它打開裡面 裡面還有很多 茶杯 以前是野餐的 帶這個茶具出去的野餐盒 你看 放茶葉的東西 放茶具 放這個拿茶葉 你看 這每一個你看 都很漂亮 很精緻 都很精緻 每一個 那這是什麼 茶杯 茶杯 茶壺 茶具 對 這個是全套的 洗洗擦擦 這個是現在的好不好 這是現在的 看得出來 這個有個茶盤 每個茶盤 這也拿出來的 這茶盤 好棒 就是說出外 就可以用這個茶具 招待朋友 好風雅 你去郊遊的時候 帶個這個東西去 我們這個用人帶著 那大老爺喝茶 當然 就拿出來了 沒錯 我們再看看這個茶杯 茶杯挺好看 相當不錯 漂亮 漂亮 這是燒得很好的東西 這個柚裡面放 柚 對 這個燒得也很好 很激激的 你光這個茶杯 如果說你就光拿這個茶杯的話 它也是可以有價錢的 是是是 沒錯 你不要看手看刀 這是現代的 現代的陶藝家發明的 對 這個也不錯 這個現在就很新 尤其是在這個福建 很多一個好的窯燒出來的 一個茶杯 價錢好的話 一個茶杯都不少錢 是是 沒錯 沒錯 蠻有意思 但這個這算什麼 茶 啼盒 這個是以前大老爺 或者是有錢人出去的時候 這個奴婦帶著 帶著 裡面可能放便當 放菜 有意思 但是放茶具也行 挺有意思 不過這個啼盒 倒是看起來挺老的 雖然杯子看起來是新的 這個杯子是後來你在買的吧 這後來就把它補進去的吧 補進去的 這個東西本身它就是個老東西了 那張惠大哥買多少錢 忘了 忘了 這不是朋友送的 不是 忘了 這自己買的 忘了這個東西的 它忘了多少錢 而且它這個整個 都沒有打釘子 損接的 過去的 我跟你講 損接師傅 現在都是國寶機 蓋一個房子 一根釘子不用 完全損接 那是國寶機的人物 那個工匠 光請那個工匠 一天你知道多少錢嗎 多少錢 兩萬塊人民幣 一天 請他來做東西 一天 沒錯 一般的木工師傅 一天大概是三千到五千 台幣 那是兩萬塊人民幣 不得了 因為那個記憶都快要失傳了 是 對 好 我們也來見價 張惠大哥忘了多少錢 但是我們來見價 來 請見價 五萬元 不錯吧 這老東西 不是 這個五萬塊錢 見價是五萬塊錢 沒錯 但是說實在話 買不到 我這個五萬塊 沒包括裡面的東西 只包括這個提核 這個提核 那這個提核到底是不是老東西 這個提核它有年紀 但是 不是古董 幾十年 幾十年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這個木頭 它的老化是不夠的 然後這個銅片 銅片 它都是比較新的 但它這個是什麼木呢 這個木頭是矩木 就是一般的 不是硬木 不是硬木 如果說是這個花梨 那就更貴 那就不得了了 如果說是金絲楠 那就跳幾十倍了 對 金絲楠木的話 這個東西金絲楠木做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對 這個木材是很重要的 材料 它的材料是比較 不是硬木 不是硬木類的 對 所以比較 矩木不是硬木類啊 它還是屬於軟的 真的嗎 因為我小時候家裡 都是那矩木地板 矩木是軟的 裡面最好的 對 它上不到那個 上不到紫檀 黃花梨 黃花梨 金絲楠 這些東西的一些材質 都是已經是價錢 非常高的 翻得覆到多少倍了已經是 那是相當高級的 對 因為我小時候對我們家地板的印象 就覺得挺硬的 對 像我 這件事相當好的 相當不錯 不過這個說 這個你這個 最起碼就是這種東西 在市場上面很難找到 很難看到 整個都是原木的 整個都是原木 我現在的木地板 什麼東西 家具都是已經變成塑膠的 或者是壓制的東西 對 原木的 而且都沒有釘子 沒有釘子 沒有釘子 看起來是手工做的很漂亮 像這個 像這個 像這個我們平常拿出來 這是聞的 這是聞的 對 我們一點火 塵香 塵香 這叫其南 其南塵香 其南香 其南香是指香王 你這一小片 你猜多少錢 大概要幾千萬 上萬 幾小片上萬 我告訴你 其南香一根香 一根小香 點一根香 一千塊人民幣 一根小香 點完了就沒了 因為它屬於香王 白其南 綠其南 其南樹 其南 很多人只聽過其南名字 沒有看過其南 所以 連聞都沒聞過 這樣的木頭 就像黃金一樣 比黃金還貴 比黃金還貴 你知道嗎 一串佛珠 一串其南的佛珠 你猜多少錢 一百萬人民幣 一串其南佛珠 對 真的很香 我剛剛聞了一下 那我們比如說 我們點他個腳 真香 所以 從張葵大哥 剛剛點香給我聞的 這個動作 我們就要知道 他這個人挺海派的 對人也很好 前世身為之物 前世王八蛋 你不花你幹嘛轉 就這句話 這句我聽了